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次说到顺治和范城木说他要出家 范城木一听吓了一跳 他想 这个满洲人真的个个都是情种来的 心虽然敢想而已 但是把口他依然说 皇上 弃九尊是古之贤王 不得已之举 现在四海归心 万民和諧 圣上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为什么欲兴起万城之尊 韬不测之地 顺治见他一尾圈 说的又是那些听到烦了的老一套 心更加乱 他喝了一声 他说你真是多事 朕主已定 你不要多说了 范城木想一想 他又说 圣上对董皇后已经是恩重如山 生风贵妃死赠王后 已经好对得住娘娘的了 又何必 受伤心 人各有志 这些事是你管的吗 皇上 不是神多事 神 写这份诏书 太后一定会知道的 神虽万死 但岂能持久呢 所以 没有翻龙眼 直言相圈 说话都没说完 只听见拍一声 顺治发大火 他站起来一拍张台大声地说 如果你怕着皇太后杀你 朕就帮你作主 但是你不听朕的说话 难道朕就不可以杀了你了吗 范城木就是要想听这句说话 只见他手腾脚就坐在乡旁边的树 拿起笔就继续写 今次就信了 信至皇帝成足在空 泛泛而谈 谈到自己 对满族亲贵 不能够重加信任 对一些汉族的官员 大家赏识 谈到自己素性好高 而又不能够虚己立减 对言臣知其善 而不能够和他亲近 对于小人 就更加没有法子 如何处置他好 他历数得自己 亲正以来失正的十三条 谈得很平淡 就像数别人的过失一样 范城木一边听一边写 甚至有时候 还要随手认识 一点都不敢分心 说到这些说 信至长谈一声 他说 唉 我知道自己做错的事实 实在太多了 而事后呢 经常就感觉到后悔 只不过因为太过懒的缘故 过后 就未能够好好去改正它 这个也算是淡十四条罪了 说到这些说 他半压在龙塔上面 忽然间 忽然间 自明中 当 当 当 敲了十一下 已经是指时初刻了 范城木知道 这些说到信至皇帝最重要的决定 就要下达 所以到了这阵时 他大气都不敢透过 拿着一支笔 在那里等 信至 休息了一阵 他小小声地说 苏玛拉姑 守在殿门口的苏玛拉姑 在那侧耳地听 忽然 听到叫她的名字 吓得全身打个震 立刻连忙跪下 说 路财灾 你帮我叫 窩克他们几个 到来听客 是 苏玛拉姑应声就出去了 没多久 苏玛克四个贴身侍卫 一个一个走进来 跟着 全部跪在地上 静静地听 苏玛拉姑想出去了 顺致叫着她说 你也在这里听 你侍奉皇太后 已经几年了 朕一向都将你 看作是妹妹 听下 心里面都有个数 苏玛拉姑 猛那么叩头 他不出声 顺致咳了一声 清清清喉咙 他说 新皇帝 朕的意思是 立三皇子 元孽 其他皇子 年纪也差不多 这个儿子虽然小 但是 聪明过人 而且已经出过天花 朕也请过藏僧 厄尔德吉拉玛 帮他算过命 他的命是贵格命 他的母亲同事 人品端庄凝重 敦厚温和 坏为国母 就这样定下来 皇帝太过世 当然 要立几位 扶正的大臣 朕看来 索尼 苏克杀哈 压必烈 欧拜 这四个人 都不错 范城墨 将这些说话 一字一句 就记在心里头 顺致本来身体 就比较虚弱 今晚 心情又特别激动 口授完这篇诏书 面已经胀到通红 他趴在床上 在这边猛咳咳 苏玛拉姑 看到这样 立刻就拿个痰罐给他 而苏克连忙起身 就帮他扔背脊 顺致就一手 拉着苏克的手 说 外兄 皇帝太小过 你帮朕留神点 苏克这时候 忍不住了 只见他哭得呜呜声 博在地上 这么叩头啊 老才 怎么敢不以赤诚之心 去亦为幼主呢 不要哭 范先生 这四个人 你觉得怎么样 范城莫的连忙 将笔放在笔架上面 站身攻身说 回品万岁 他们四个 都是社籍之神 万岁爷 性监极名 谁知顺致呢 遥了遥头 他说 那也未必 范先生 游望又太过浅 压必龙 凡事都不肯出头 柔过于江 人家里的身体 但这些人 不肯出头 这些人 不肯出头 这些人 不肯出头 他说 也都可以放心 说完这番说话 信志在那里猛地吐大气 夜心人静 范城莫写完诏书之后 他走了 仰心殿里头就剩下信志皇帝 他泪流满面 吩咐常号说 全子敬是房 启示开工 朕已经阴定了 跟我一起走的人 现在立刻出宫 讲到这里 我这个讲故的就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作者写信志出家 这个也可以看得出 作者比较认同 信志有出家的这一回事 不过在历史上 对于信志皇帝有没有出家 或者说信志皇帝是何时驾崩的 现在还有很多学者在这儿争讨 其他不说什么 单单说出家先 信志皇帝就遁入空门 尋求解脱 也有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信志皇帝就确实去了五台山出家 另外一种说法 就说信志皇帝就去了出家之后 因为高增劝喻 就还了俗 另外对于信志去世的时间 也有争议 第一种说法就是 信志是在1711年左右 在五台山原籍的 享年就74岁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源于清世祖十六 这本档案里头记载的 说什么呢 他说在信志18年 正月初一 信志皇帝就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 在当日举行祭祀的仪式 因为身体不是很舒服 所以就派其他官员去参加 并且还传誉说 除了十恶的大罪之外 大赦京城的罪犯 在初七的凌晨 大概在深夜12点到1点钟左右 在养生殿因病去世 当时就只得24岁而已 好了 闲话丘提就言归正传 话说信志皇帝驾崩之后 灵堂就设在养生殿 一藏陀罗尼京辟 黄短面上面用一些金线 就兽满了那些繁治经文 一件一件就扑在皇帝的棺材上面 岸石香就插在灵救前的一尊 刘金的孙德奴里头 世如游司的轻烟 缭绕在整个大殿的上边 这时候宣告他的主人 灵魂已经升到三界之外了 一度旨意传落 文武百官全部都撕掉了 在大帽上面的那批红英 礼部唐官一早已草业了身王 预极的各项礼仪庆 先承服 再颁遗照 举行登极大礼 自派时分 即是现在早上的十点钟左右 大行皇帝就开始小念 潜清宫外黑妈妈 站着很多亲王 郡王 背囊 背子和各部院的堂冠 内务部首席太监 吴良库 厚黑 面黑 站在单词底下 那条颈捉到实一实 出力咬着两片嘴唇 光热热一下爬的树 就窝出一道很深的闻路 不知道底势的 还以为他在雪谷气 其实这阵时的心 不知多高兴 是因他是亲王府里头的长班 自从博弈齐感被选入宫之后 因为身边没有过得力的人 亲王将他静了身之后 就送入宫 论身份 他原来是皇后陪嫁的太监 没多少年 就做了六宫副都太监 博弈齐感事 后来被顺治贬为皇妃 但顺治见到吴良库 是欧拜的契仔 所以就没有围难他 今天小脸 举哀之前 附政大臣举行会议的时候 压必龙提出 由吴良库任思宜 就请太后准寻 他因为觉得风头又要转 走起路上来就更加有趣了 博弈齐感事被打入冷宫之后 他从来没试过 像今天这么有趣的 以正王杰书 一等伯 索尼 还有苏克撒哈 这些平时 从来都不会将内侍放在眼里面的亲王大臣 还有排班 属立在滴水潜下面的一帮贝勒贝子 今天统统要听他的笛 哇 你说多么威风 多么架势 到了自初以刻 差不多现在十点半钟左右 六十几岁的索尼 去到慈灵宫请睡 并且迎王太子元业 到乾清宫行小殿礼 新太后 同佳侍 就为人寡言汗语 一般他都不出声 这时候有些应付不过来 就望着太庄皇后 她说 请母亲辞睡 太庄皇后就望了望他 见到老太隆忠的索尼 一血伏地在此请睡 想到自己一世的遭遇 小小年纪就入宫 成葬的时候就丧呼 哎 费了几多周节 经历了几多惊险 周旋于多耳滚 祭以哈朗之间 甚至乎踏上自己的精操 很不容易才熬到今日 刚刚才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 现在又遭此变故 哎 心想想想想 就一阵辛酸 那些眼泪就 巴巴巴声地流 你是先朝老神 要节哀顺变 皇帝 你堅以长行 这个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三十个聪明伶俐 你们要好好地扶持他 让他长大之后 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你要把我的这番话 告诉所有的人听 你们平时知道我的为人是怎样的 如果激怒了我 到时就由得你们叹 就这些说话了 苏玛拉姑 你送皇太子去养心殿 苏玛拉姑就拉着八岁的燕业走出来 这个燕业似乎显得不是很自然 和太皇太后就请了个安 然后她说 皇太娘我要阿母跟我一起去 阿母是什么意思呢 阿母只是奶妈的意思 那么宣事听到皇太子叫她 就连忙走出来 拉着圆业的手 好啊 好啊哥 乖 听话下 由今天开始呢 你就是皇上了 不要再任性 不能再扭矩了 阿母只不过是一个奴才 这种地方是不能去的 苏玛拉姑告诉我 他说无论哪个都要听皇上说话的 是不是 皇上的说话就是圣子 你说是不是呢 我现在就落圣子 叫阿母你陪我去 苏玛拉姑在旁边 阴阴嘴在树笑 双眼就望着太后 同街市深感恩惠 这阵时也有几分得意 孝庄也在那点头微笑 跪在旁边的索尼 很诧异地望着这个 即将军临天下的皇帝仔 这阵时 她看见皇太后点了点头 索尼就连忙对宣事说 你还不借恩 孙氏就立刻跪下 向袁业就扣了个头 奴才孙氏 借主恩典 袁业就撲上去 一手拉着她 和苏玛拉姑就要出去 吓得索尼连忙起身 以老年人少有的敏捷 抢步出去 高声喊 皇太子啟假 成余事后了 等候在乾清宫外面的大臣 已经很不耐烦 排在第二位的厄必龙 静静地 走到第四位父神 膀拜的身边 双眼就猛斩 她平时已经习惯了这样 凡是说话之前 双眼都要斩她一阵 如果不斩双眼 她真的说不出话 为了这件事 她已经找过很多狼钟 吃过很多药都医她不好 这阵时 条腻在口的树扭得多扭 才说 欧公啊 上书房 转了封 窩黑 在成德出差 回来写的咒接 说 中堂圈占了八大黄庄的地 你看 欧拜 欧拜的肌肉 那些肌肉 斩了几斩 眼角都不愁啊 压必烈 硬斑斑地顶回它过去 压公你自己搞定它就是了 压必龙又是斩了斩双眼 欧公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摺呢 我就看过 已经处理好了 哎呀 都是那些小人造谣或众 专门搞事 不需要和他认真的 哎呀 熟尼老中堂年纪这么大了 我看这件事就不要再努烦他了 对于这样的事情呢 欧拜就不能够不买账 他来一转头 望着望一本正经的压必烈 笑笑口就说 多谢关照 压公的高情 改日 让我再登门答謝 压必龙又会心地点了点头 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在 他把口虽然这么说 但是双眼就看着站在前面的大臣 索克撒哈 欧拜就看了眼索克撒哈 冷笑一声 点了点头 皇太子驾到 这阵时 吴良父抹大喉咙 高声地喊了一句 纵委官员立即低头随手站好 压必龙啊 也要马上回到自己位置的树站好 好了各位 压之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